因為疫情關係相信大家都悶壞了 在艷陽高照的好天氣下 今年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 與中華職棒合作 用稻碎顏色不一樣的特點 在農田上作畫 並且將終止五隊的吉祥物 以及台灣犬Ogao像打印一樣 印在屏東的土壤上 而終止五隊的球星 也到現場與球迷展開見面會 而身為在地出身的羅家仁和詹志堯 更是不吝嗇地介紹屏東必吃美食 離港的混沌 那不然就是萬嵐的主角 是 操作的球領兵也不錯 要往墾丁的平鵝公路海岸線 還滿漂亮的 日落的時候 而球星見面會 也不僅僅是主持人問答而已 寫寫春聯 玩玩小遊戲 並且讓球星們實際走走逛逛 也讓球星們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 離園區滿近的 然後這幾人進來的時候 然後來屏東的時候 都會路過這裡 就人滿多的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活動滿有意義的 那我覺得就是 有時間可以來這邊走走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那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推廣 在地人一直支持在地人 也希望大家能夠來這邊參觀 然後看看 這邊的區域就看起來就是 熱情 陽光也很熱情 然後就是很建議大家 可以來這邊走走看看這樣子 被疫情影響悶壞了的大家 經過球星的推薦後 是不是有萌生出想來屏東走走的欲望呢 除了拍照以外 之後都還有其他中職球星 吉祥物以及啦啦隊的見面會 都在這裡 展覽活動僅到3月1號 大家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走走囉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